没想到世界 会是这样 这可能就是 上天注定的缘分吧 好久没有你消消了 你是不是觉得健康 那天使之后 我就去了 你还好吗 挺好的 我丈夫生意做得很大 我帮她一起打理 是吗 挺好的 祝福你们 你也是 嫂子挺棒的 一定很贤惠吧 是 我们还没结婚呢 本来以为 不会再见了 没想到 上天就安排我们 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一家人 以后 我妈就拜托你照顾了 你太客气了 既然是一家人 照顾二老师我的义务 谢谢你啊 俺们在一起 干吗呢 没事 我走前面干吧 我到前面干了 你 你去走前面干吗 你去走前面干吗 我看看 你去走前面干吗 刚下飞机又赶过来 累了吧 还好 不太累 这次回来多住几天吧 阿姨挺想你的 我香港的生意特别忙 这次回来也是抽空 待不了几天就得走 那多可惜呀 她经常提起你 肯定特别想你 这很简单 过段时间带我妈妈到香港玩一玩喽 这次回来 你怎么办呢 齐飞 你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小鹏公司做项目经理 是吗 那挺好的 你们历史很久了吧 好 我随便问问 又是两年了 我妈跟她妈是中学同学 这么巧 真的是挺巧的 你不也是王叔叔的学生吗 那你跟小鹏应该认识 她也是那个学校毕业的 你读哪一届啊 我不认识她 我们学校的人太多了 这么着呢 她还想要找我 和女儿的一届 去我 走 回来吧 好 这是我和龐凤处处的啊 不要吧 大家等着一起走啊 还是先回去吧 彩妮在飞机上累了 叔叔 我订好酒店了 你们不用为我操心 住什么酒店哪 家里住不比酒店舒服啊 又不是没你住的地方 那也好 我先带妮回去 那辛苦你们了 妈 快走吧 走吧 走吧 好 你不是在金芳阿姨家的情况 都了解了吗 你怎么不知道 她采灵她妈呢 这不是一时大意疏忽了吗 平时啊 就听她叫妮儿 谁知道 彭伯儿 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既然都这样了 那只能面对啊 采灵说 对金芳阿姨最好要瞒着点 别让她知道以前那些事 好在采灵现在生活在香港 过几天也就回去了 看样子 她应该是生活得不错 是爸爸对不起你了 爸 你别这么说 我没有责惯您的意思 都过去了 你放心吧 以后 我就把采灵 当成自己的妹妹吧 可小飞不是心中无数的人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啊 她肯定会有感觉的 你要把事情处理好 我老担心 她会产生怀疑 多说无意 这件事 最好不让她知道 我们家妮啊 大学毕业以后就去了香港了 我都三年多没见着她了 这么说 您是林三界的 妈 你看你当别人面说这干吗呀 你嫂子不是外人 我家闺女可是我们村里 第一个女大学生 妈 彩玲 金峰阿姨是以你为骄傲 她今年老人家高兴 你就让她说呗 她呀就不愿意让我说是农村人 谁家不是从农村来的呀 妈 那点沉芝麻烂骨子 您说不烦 别人都听烦了 能不能不说了 好 妈不说了好吗 生气